市長 六年被文化部五次打回票 到底是文化部對台中的遺址 一毛不拔 還是我們市政府申請文件 都不會絕 被一再打回 我們也不以為然 因為有沒有特別 對台中條件特別嚴苛 因為我們已經送了五件 五次都按照它方式 一直修一直修 每次它都可以找到 不一樣的東西 它為什麼不一次講講呢 我們台中市政府106年 花了90萬委託 這個專家完成 這個國定遺址的這個評估計劃 後來在108年的時候 通過我們台中市遺址的 這個審議委員會 企業向我們中央申請 這個國定遺址 從108年到現在 有6年的這個時間 市長你知道這個國定遺址 申請的進度狀況嗎 市長你要不要回答一下 報告一座 這是不是因為是屬於行政面的部分 是不是有回來帶回回覆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一直都在跟文化部 文化資產局爭取 可以把牛罵頭的 設定考古遺址升格 但因為目前台中市有兩百多件 兩百一十萬多件的這樣出土遺物 所以相關的原因 我們一紙相關的整備的經費 沒有辦法爭取到中央的一個核定跟補助 機長不要找藉口 你請坐 市長你應該多多關心 我們台中市的這個史前文化 說不定我們 古早的台中仙人可以讓你 更能夠正通人和 台中市政府 108年 申請以後 8月收到了這個文化部 回覆的這個公文 申請的內容 法令條文 有 都要有修正 內容沒有出土的遺物的數量 以及清澈 保存典藏的這一個情形 以及考古遺址現況的維護 也都有所變遷 都是這些理由 這是第一次被打回的 第二次是109 109年3月 這是第二次被打回 打回票的 而且是拒絕補助 109年12月 也被打回票 這是第三次 111年的3月 這也是被打回票 這是第四次 113年一夜向文化部 申請的牛馬頭遺址 這個 誤 遺址誤的這個整理計畫 補助經費 副審會議 以這個主辦單位寫錯 沒有整理標的的量化數據 唯有 第五次被打回 也沒有給予補助 六年被文化部打回五次 這我不曉得我們文化局 真的是不會寫 還是沒有用心 既然會被打回這一個五次 市長 六年被文化部 五次打回票 到底是文化部 對台中的遺址一毛不拔 還是我們市政府申請文件 都不會寫 還是有什麼問題 報告議員 第一 台中市的三五篇 標示台中市 對這個移植加重視 隨會 才一級 積極 爭取成為國定 不是 那第二個 老實講 被一再打回 我們也不以為然 因為有沒有特別 對台中 條件特別嚴苛 因為我們已經送了五件 五次都按照他方式 一直修一直修 每次他都可以找到 不一樣的東西 他為什麼不一次講講呢 就是說你做一次講講 我們要收 這次送上去 他就說這麼不好 第二次送上去 他還說這麼不好 你剛才都會念出來嘛 所以當然這事情 我要拜託選區的委員 我們再來拜託一下 因為中央文化部 也是要希望 文化部 公平地對待 所有縣市的 所有的遺址 謝謝